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提起來的時候 會等於 integration by part 對1做積分的時候是 G這個 會得到 負的 1-t 那後面不動 所以是 summation i從1到 n的df dsi 取值在 s加th 乘上hi 然後呢 這個不動的的時候 你要取值在 t等於0 跟t等於1 然後再 減掉 把記號的東西放進去 對吧 然後你記號的東西 是這一下 所以跟前面的減號就 合成 加號 所以會加上 0到1 t的 那個 1-t 然後 後面 還要再對t做 微分 然後你可以發現 這個函數 是 一階偏微分的 合成 所以呢 你要對這個 一階偏微分 在apply 圈入 也就是呢 你要對每個變數 apply 圈入 所以這個函數 再對它的d j一個變數做 圈入 所以對dhj做 微分 然後在裡頭 對吧 帶入裡頭的東西 然後再對裡頭的dj一個變數做 微分 好 那你就會 產生hj出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做圈入 那你就會發現你有兩個變數了 原來是它在做一次圈入 所以這個東西在做 對dhj做 微分 那原來的坦數是dsi 帶入裡頭的東西 再對dj一個變數做 微分 然後dj一個變數是 si加tj 加thj 對t做微分 會得到hj 然後你要求合起來 我和先寫了 好這個是hj 然後dj得到這件事 對吧 如果這是f 那就是這一項 對吧 剛剛做f嘛 現在你的微分是誰 你是對這個偏微分 做微分 但是這個偏微分 帶入h加th 所以這是偏微分的合成函數 所以你要對偏微分 apply 圈入 所以千對這個函數 的dj一個變數做微分 帶入裡頭的東西 再對dj一個函數做微分 而裡頭的東西 dj一個變數是hj加thj 對t做微分得hj 那每個變數都要求合 都要做 所以是求合 好 那你看 當你帶t等於0到1了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 t等於1了的時候 這邊是1-t 所以這一項是 0 然後帶t等於0了的時候 這個是-1 不過因為它在分母 所以要用減的 所以就變成 加 所以它的第一項就會變成 這是1 然後你帶 1已經不用帶 所以t帶0的時候 這項不見了 就只剩下x x 好 這個insumation i從1到n的df dsi 的x 乘上hi 好 然後再加上 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的時候呢 繼續apply integration by parts 所以你對它做 積分 對吧 這時候呢 這邊有個負號 對吧 所以你積分的時候 也就是你把它看成是 新的u 對吧 這邊有個負號 所以你需要du 所以需要一個負號 然後這是u平方 對吧 u平方 對它做積分 對吧 u積起來是u平方 所以要除以 2 帶入u是1-t 所以會變成1-t的 平方 對吧 好 所以再加上 所以再減上 1-t的平方 後面 不動 帶入0跟1 是吧 然後呢 在減上 微分號的帶進去 對吧 微分號的帶進去 微分號的帶進去 事實上是負的 所以跟前面那個負號又合成 2-t 好 因為它是1-t 每次都要 它當u的時候 需要乘上u的微分 是-1 好 所以就變成0跟1的 那2我們馬上寫成2階層 為了方便起見 所以就會變成是2階層的 1-t的平方 因為等一下它在除3的時候 就變成3階層 然後後面再對它做微分 好 那這時候你需要k了 kj i 從1到n 所以你看 這個函數 帶入這個東西 所以它是這個函數的 合成函數 所以你對這個函數要做 圈入 所以這個函數再對另外一個變數 叫做s k 做 微分 對吧 在這裡頭做這邊 那就得到hk 好 你就會變成這是d3次f dsk dsj 以前只寫一個 那現在是因為 好 hk 好 乘無所謂寫在哪裡 好吧 hi hj hk dt 好 然後我們現在 我想夠了 好 為什麼後來是那樣形式 來整理一下 這一項是什麼 這是f的derivity在h 作用在h 作用在h 記得 它是一個linear function 對吧 這是es i 的 對es i 的取值 乘上h 所以這是df在s 作用在h 作用在h上 好 這個帶0e進去 關鍵點在e-t 對吧 它的e的部分一定都沒有 0因為在分母一定是- 所以負負得正 然後這邊是e 所以二階層 後來這個東西 後來這東西帶0進去的時候 t帶0進去 這個不用看就變成取值在x 可是這時候這個東西變成什麼 帶0進去 1不用看了 帶0進去就是沒有這一項 你可以看到 它是二次偏為乘上hi 乘上hj 那是什麼 那是d2f 取值在h 跟h 就是之前我們看的那個d2f 取值在h得到的那一個binear 取值在h 所以應該把hj寫在前面比較好 好 取值在h跟hj是h的分量 hi是h的分量 所以它的第一個位置取值在h 第二個位置取值在h 好 這個寫得不好 第二個寫在前有助音裡你看 但無所謂 好 所以這個同樣道理 這不是k 所以hk hjhri 那你可以發現 這個如果再做一次你的軌訊擺炮的時候 這個t不見了對吧 這是d3 d3 作用在hk的那個函數 hk構造出來的函數是h hj分量構造出來的函數是h hri分量構造出來的函數還是h 所以它就會一直做下去 所以點點點 你再做你的軌訊擺炮 最後做到dr dr-1 f of x 作用在h h h 這是 什麼東西 階層 階層忘了寫 謝謝你 好 對 所以你再7分一次又要再乘3 所以這是2階層 然後加上r階層 r-1階層 好 最後剩什麼 最後剩什麼 r-1階層的0到1的1-t的r-1 對嗎 裡頭是 裡頭怎麼寫啊 那這時候index 沒有辦法再寫k多少了 就是i1一直到 ir 只能這樣用了 寫不下去了 1到n 好這個是dr次方的df 好 然後d s ir 到d s i1 取值在x 然後乘上 h i2 一直到h i1 d t 我最後 積分裡頭是這個東西 你同意嗎 嗯 好 那 基本上到這裡 那之後的論述就跟前面完全一樣了 為什麼 所以我的剩餘項是誰 這一個 這個事實上就是我的 r-1的sh 這是我的剩餘項 你看到真的是一個計分的形式 所以我下面要證的是這個r-1的sh 除上h的r-1次方的極限會逼到0 那為什麼它會對呢 好 因為它牽涉到f的dr次方 那因為drf呢 它是continuous at這個s 因為它是cr 所以在s3點它當然連續 所以呢 因為它連續 對吧 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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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所以這個 所以會 所以每一個pn為分 每一個r次偏為分 因為它那邊連續 該點的極限值等於該點的函數值 所以它在該點附近 一定可以用它的函數值來表它 或者說呢 它事實上不是只有在s附近 不是只有在s這邊連續 它在s附近都會連續 所以你取一個夠小的closed neighborhood 對吧 bunded and closed 它會是compact compact上有最大的最小的 所以你有很多方式來說 所以它在這個附近會 bunded 對所有的r次偏為分 in a neighborhood of this x 這個in a neighborhood of x 的意思就是 the lattice for h 的長度 is small enough 如果你不喜歡寫得很精準 那就是neighborhood 那意思就是h h是跟它的差值 所以你的h 小於某個 某一個小於等於某個r 或者是小於r 然後這件事情不是 它現在的偏為分式上有很多個 所以對所有的i1到ir 等於e到n 不管你怎麼樣取 這個一定是會有介 所以呢既然如此 這些都有介 所以它所有的和也是有介 它畢竟只有有限個r次偏為分 所以會存在有一個m大於0 使得呢 你把所有的偏為分 全部求合起來 它在這附近全部都有介 它畢竟只有有限個 只是我 只是我 好 那這個附近 對吧 最遠到h的這個距離 所以就是s加上th 它通通會 現在因為是到r 所以這是絕對值 它會小m 或等於m for這個h small 在附近 所以這件事情會存立 所以既然如此 你可以發現 我剛剛這裡寫錯了 怎麼沒有人提醒我 帶路的不是s 是 這邊不是s s加th h加th 所以這一項求合起來 整個是bounded 然後h i1的長度會小於h的長度 這個h i1會小於h的長度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所以這邊會有h的長度的r次方 你可以拉不是 是r次方 你會拉到前面來 然後整個的合 就變成是這個m 好 所以就會推得 這個 r的r-1的sh 的絕對值 它會小於等於 0到1的m乘上 每個hi的長度 都會小於h的長度 因為它指它其中的一個分量 的r次方 然後1-t的部分呢 t介於 0到1 所以1-t 一定會小於等於1 在前面乘上 那個r-1結成 dT 那你這個算出來的結果 是多少 等一下 那 r-1結成小於e對吧 所以不除更 更大 把它拿除e掉 所以這個值就會等於m乘上 所以不除更大 h長度的r次方 所以除上r-1次方 還剩一個h對吧 所以讓hb到0它的極限是0 所以就會推得這個 r-1的sh h的絕對值 除上h的r-1會b到0 r-1-hb到0 r-1-hb到0 所以這是它 它在定理的 它的原始的論述 那rememberton寫在那裡 我們沒有寫在定理 但是事實上 你可以把它寫在 定理的內容裡頭 好 那the genre formula 到底是怎麼來的 所以我們over 因為這個rememberton 事實上是0到1的 r-1階乘的 1-t的 r-1次 的drf 這一項同樣道理 如果我不想寫了 我就可以把它化減起來 這個事實上是 微分r次取值在s加dh 作用在這些分量上 對吧 所以同樣道理 這個核 事實上是f的微分r次 取值在s的t加h 作用在hr hir構造出來的 效量上那是h h ie作用出來的效量那是h ok 所以df 但現在取值是在t加h 作用在h h dt 如果你不寫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那方向是因為你還要做 所以你就不寫了 可是如果你之後已經不處理了 那就是這樣 那 這是它的rememberton 你看 那 懂我在講什麼 你這事實上還要再做 還可以再繼續做 但不做了 那這個另一個 你看到沒有 因為t 介於0跟e之間 這個函數 恆大於或等於0 好所以我們可以apply second V-module theorem for integral first V-module theorem for integral 是整個函數可以 只要它連續 折你可以把裡頭的函數挑一個出來 來當成平均高對吧 在乘上 7分的長度 b-a 那是 一般來講的V-module theorem 然後 second V-module theorem 是裡頭如果有兩個函數相成 那 這時候呢 你未必要把兩個函數一起拉出去 你可以 只拉一個 等那時候有條件 誰可以拉 是 裡頭一定要是好的函數 才可以留在裡頭 不好的函數拉出去 好的函數是 它沒有性質符號的變化 所以當它大於等於0的時候 剩餘的部分 只當你還是要連續 OK 剩餘的部分就可以拉 到外面當一個平均高 所以你會存在有 t裡頭的某個值 取值在這個函數裡頭 這個函數的 所以t代 其中0到1的一個值 那就會變成是 s加h跟s0之間連線中的某個中間值 所以 把sec mean 因為它大於0 這是它的條件 因為 e-t的 r-1除上 r-1階乘 它大於等於0 在你的定義區間上 如果一般是ab 所以 這是second 的bin value theorem 但是 for integral bin value theorem second integral bin value theorem bin value theorem for integral 實際上 這是我們在一維的 維積分的 那個胎勒定理裡頭 得到的 gender formula 那個 lagrange formula 正面 的證明方式 在這裡一覽 我會存在有一個c屬於 t0 屬於 0跟1 使得 r的r-1的sh 它會等於 後面這個函數 取值在t0 所以 dr 拉到前面去當成 它的一個 取值 21個 t的函數 這個作案出來 是一個數 ok 但是隨著t的變化 變化 裡頭不動 你可以把不好的函數 拉到外面去留下好的函數 來做積分 那什麼叫好的函數 那就是它的性質符號 不動 所以正也好 負也好 都可以 好 而這個函數是一個可計函數 積起來會得到 負的 r階乘分之 1-t的 r次方 再帶入01 那我們知道 得到的結果是 r-1 階乘 剛剛算過很多次 所以這個值就會變成是 drf 那我們就把 這個中間值叫做 c 所以存在有一個c 使得 這用在h h 在乘上 這個基出來是r-1階乘 r階乘 所以就會等於r階乘分之1 的這個值 會有這個c呢 就等於s加上t0h 就得到這個數 好 這是the gender他的 他的那個 不是the gender 抱歉 grunge formula grunge formula 好 最後這個小姐有個remark 事實上呢 如果呢 你在做更精確的估計 你事實上呢 對 c r 的函數 不是只能估到 不是只能估到d的r-1次為分 事實上你可以估到r次為分 但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 不再做 我只是告訴你 with a bit more ever 你再估多一點 ok 你在做更精確的一些估算的時候呢 one can prove that 所以他的展示 事實上 最後一個微分不需要用在 他的remark 事實上可以全部用盡 還可以再更強的理論 一個更strong的theorem theorem是說 if這個f呢 is of class cr 則呢 你的f of x加 h k等於f of x 然後你可以把原來的估計 往下再推到r次方就對了 這是他要講的 好 dk f f x 好 h h 到r 這是他的 事實上 還可以再往下更進一步 也就是說你的integration by part 還可以再多做一次 然後再加上剩餘項 是r次 那這個 r是同樣的一個r 只是你可以再多做一次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不做了 總而言之 就留給感興趣的同學 你可以再去參考一下文獻 等我再講什麼 你還可以再 再多做一次 ok 如果你再用更精確的一些 估算 事實上可以 可以做到這裡 所以往下推一個 然後這邊是r 同樣一個 寫清楚一下 這是因為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沒有寫 會 這個 而是你的同樣的符號 這個圖上 h的r次方 會b到0 shb到0 你可以往下多做 多做一次